现在我们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那么今年是大都会博物馆压洲部成立100周年的时候 那么现在大都会博物馆的压洲部 拿出了最好的中国艺术作品过来做展览 那现在我身边的就是大都会博物馆中国书画部的主任史耀华先生 史先生能讲很好的中文 那我们先请史先生介绍一下这一次百年庆典 有什么好的作品拿出来给我们的观众看 好 我今天我很高兴因为我们可以介绍这个展览 这是我们的精品展 然后呢这是一个机会 庆祝一下我们的100周年 100年前我们成立一个亚洲艺术部 在大都会 然后慢慢的我们把我们的收藏 就是加增越来越多越来越好 所以这个展览就是把我们最好的中国古代书画的藏品 从唐代到清代 唐宋元明清拿出来展出 这个展览分为两期 所以这一期又差不多50件 下一期又有50件新的东西出来 那么这次展览总体拿100多件作品分成两个部分 那总体的安排您是怎么来计划的呢 这个成立方式就是一个历代书画的方式 所以我们从最早到最晚 在第一期呢我们把我们最早的藏品拿出来 这是唐代的寒干的昭夜白图 在我后面的这匹马 所以我们就是从唐代开始 第二期呢就是从宋代开始 所以第一期又从唐代 然后宋元明清 第二期刚好从宋代开始 然后按照这个历代的方式成立 那大都会博物馆 大都会博物馆的压州部已经成立了100周年 那么目前总体的中国艺术 尤其是中国书画收藏的情况怎么样 请你介绍一下 好 中国美术部最早是从陶瓷开始 但是从20世纪初 我们已经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 1913年就是我们成立一个部门之前 我们已经开始收入中国古代书画 在里面在这一期第一期有一件藏品 是从1917年入管的 但是之后呢 40年代也有一部分东西进来的 但是基本上我们是从70年代 真正的开始比较严肃地收藏中国书画 所以从71年开始你可以看到 大多数的藏品都是71年之后入管的 那么总体的书画 甚至数量上有多少 两千件差不多 那都是最好的东西了 这个展览我们挑选的 100件都是一流的 都是A等的 所以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把最好的 质量最高的 跟艺术的价值最高的东西 呈列给大家看 在我们的官方的网站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记载 所以你可以上网看高清的图片 也可以下载高清的图片 然后呢我们有所有的诗文 中文的诗文 还有一些英文的翻译 提拔 印手和印章 都在我们的网站 所以我推荐大家去看看 好像大都会博物馆还开了一个 中文的微博账号 它是什么呢 有 我们可能两年前开了一个官委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就是 分享一些新的展览啊 还有一些消息 所以我推荐你们看我们的微博 就是大都会博物馆 MED Underscore中国艺术 关注一下 下面我再跟着石主任去精彩 亚洲部机制展览的最精彩的作品 好 一起去看 现在是展览的第一部分 我们请史先生介绍一下唐代 拿了什么宝贝出来 好 我们大都会很幸福 我们有两件唐代的古代书画作品 那么在美国呢 只有两件唐代的手卷 一件对面是我们航杆的椒叶白图 很有名的 然后呢 第二件唐代的作品 我们拿出来就是一件书法 这是八世纪生堂时候的 宫廷定做的一个道教的经 写经 所以这个叫领飞经 然后呢 唐代的书法的这个特点在哪呢 就是说 我们相当唐代的书法 尤其是宫廷的书法 我们相当法这个字 就是它是很有力量 也很稳定 就是从上到下非常的稳定 然后呢 在左边右边会有一点高 有一点低 但是基本上是非常的稳定的一个构图 唐代之后呢 很多很多书法家都学过这件作品 包括明代很有名的董奇昌都说过都学过这件藏品 所以我们这一次因为有两件唐代的作品 你听起来不是很多这两件 但是两件唐代的古代书法的作品非常的难得 等到我们看黄听剑 北宋的黄听剑 我们会对比一下就是唐代的这个盖器 跟宋代的这个齐趣的盖器 谢谢你 我很想去看看韩干的赵叶白 你最喜欢的那个作品 赵叶白本来是唐玄中一匹自己非常喜爱的宝马 那么这幅画跟唐玄中的那个马 中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请史先生介绍一下 这件作品就是我们打的 中国古代书画部最珍贵也最老的藏品之一 然后呢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肖像画 它就是一匹马的肖像画 所以你刚才提到唐玄中最喜欢的马之一就是赵叶白 这件作品就是韩干最有名的画马的画家 在唐代的时候画给皇帝的一个一匹马的肖像画 所以原来就是这个方形的一张纸的一件作品 后来你可以看它慢慢的就是进手出手 然后呢越来越多的收藏家盖章提拔提银手 包括秦乾隆皇帝 这个银手是秦乾隆写的这两个银手 然后呢南唐的李后祖在这里也提字 但是南唐的李后祖之前就是唐代的时候张演员 就是中国最早的美术史家之一也提过他的名字 包括米服 北宋的米服有提过 有个福子 然后呢画的后面的这个拔指有一些十四世纪到十八世纪的提拔 关于这幅画 明天还有很多说法 就说它有尾巴还是没有尾巴 那么这幅我们看到是看不到那个尾巴 我会证明它有尾巴 你会证明它真的有 我看到过 然后呢我推荐所有的观众都要去我们的官网 然后呢下载那个高清图片 自己看在讲 真的有 我会证明有 我自己目睹过它有尾巴 所以我们普通的时候看就看不见这个文章 对就是光线有一点的黑暗 然后呢因为这个纸很古老的 但是我会证明这匹马有尾巴 我设计这个奖览的时候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 就是达到一个高雅的程度 所以我基本上不要打开太多 就是要打开人家能接受到的 因为看这么多提拔已经很多很多 在这边我也准备一个图 解释所有的提拔和印章是写的 现在我们到了宋代 那么宋代这里我看到身后有一件黄庭剑的书法 那请石准来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身后这件黄庭剑的书法 好 我整个这个空间都给北宋 所以我们有一个山水画 然后我们就有这个黄庭剑的草树的一个长卷 现存的黄庭剑的草树长卷只有三件 一件在北京故宫 其实现在展出 所以两面都可以看 然后我们有我们这里这一件 这个叫《莲婆林响如传》 然后他写的故事就是从史记出来的 所以可能这个文他小的时候背下来的 然后写字的时候写草树的时候 他就是做一种表演 就把背下来的东西写出来 我们刚才看唐代的林飞经 看他的正式 他的非常正式的这个构图 然后他的法非常固定的 到了北宋这个圈子里面的人 包括黄庭剑跟苏东坡 包括米芙 他们是寻求另外一个盖器 他们是每一个人都要发明他们自己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风格 所以从很远的地方看得到这一件 知道中国书法的人会认得到它是黄庭剑 因为它的风格是很独特的 它基本上跟唐代的这个书法不一样 它是找一些尴尬一些歪曲的感觉 你看这些人字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对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你说得很好的 然后呢 每一个人的这个构图和稳定度都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黄庭剑它是寻求一种一种弃曲感 突破吗 要寻找一种突破 可以这样说 对 它就是要从这个书法的历史 这个唐代的书法的历史它要调出来 发明一个新的创新的感觉 像我们是看到了李公林的孝经图 您说过就是文人画的始祖 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呢 就是先说李公林 李公林在他北宋的时候是中国最有名的画家 然后呢 宋代的宫廷的这个木录 书画的木录 玄河画铺里面的最多的东西都是从李公林的手里画出来的 所以它那时候很有名的 它有名在哪呢 就是在北宋的时候写实的山水有很多的成就 越来越写实的 就是所谓的大山水的时候 饭宽 郭西 然后呢 刚好这时候有一批人 他们是寻找另外一个理想 他们的绘画的理想不是很写实的 而是比较平淡的 比较简单的 所以他们是以笔墨为主 然后你看它的笔墨 你会发现它不是画的很多的层次 它也不是设的很多颜色 它就是简简单单的画一些线条 以线条为主 以笔墨为主 所以我刚才说写实的山水在北宋 看到它的笔墨 你可以看到这个人 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件 这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博物馆这里 请您介绍一下 那么耶路出彩这个人物在历史上也很有名的 他原来是辽代的皇族的后人 所以他的爷爷跟他的父亲 他们都做过近代的这个忠臣 然后呢 因为辽代已经灭了 然后呢 一二一八年的时候 成吉思汉下来 就是打击近代的时候 他邀请耶路出彩到他面前 他说 我打击近代 原来你是了代的皇族 你应该很高兴 因为你原来了代跟近代是敌人 然后那个耶路出彩 他说 按照孝顺 我不会高兴的 因为我的爷爷跟我的父亲 他们都是近代的忠臣 所以我这么高兴 成吉思汉 他很喜欢这个意思 所以他邀请他做他的某事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他做过成吉思汉的一个某事 然后呢 他在历史上 他很有名在哪呢 就是成吉思汉 他到一个新的地方 他就会杀人 杀公民 然后耶路出彩 他推荐不要杀人 你要得到他们的税款 所以要开一个税制 所以这是耶路出彩 道德方面 他很有名的一个官吏 他的书法也很有力量的 因为这人耶路出彩 他个子很高 两米多高 长胡子到这儿 所以他是很浪漫的一个人物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字 就是现存为一件作品 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力量 在他的比例可以感觉到 所以跟黄庭坚那个相比 黄庭坚的作品龙飞凤舞 非常有那种秀才 那种文言的气魄 这个看起来好像 这个力量感还是非常强 对 完全不一样 耶路出彩的字 不像笔墨写的 他们有一点像石刻 刻的 非常艳 非常有两种 对 是 宋代的作品 在大陆博物馆亚洲部的收藏 听起来是蛮多的 那请石主任 石先生介绍一下 这本宋代的作品是怎样 我们这个空间分为两部 一个是南宋 一个是京朝 在北宋的大山学 它是很大的 也就是有大自然的感觉 到了南宋 这个艺术 尤其是绘画偏小 偏文雅 偏高雅 所以这个马园 一个宫廷画家的下面画 是很有代表性 南宋的绘画 你看它的规模很小 然后呢 里面的这个景 这个山景也很小 有一个学者 一个书筒 然后他们在看这个月亮 他们是通过这个美花 看月亮 所以它很诗意 也很高雅 然后呢 这个下面 在它的背面 会有皇帝 还是皇后写的字 所以在它旁边 我们有宋高宗写的字 南宋的第一个皇帝 也有杨皇后 杨梅泽写的字 那再请教一下 我们中国绘画史上有很多这种善面 那他们当时画完了以后 真的是用来乘凉用的吗 大多数是 大多数是 是实用 对 很多你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就是原来那个 那个痕迹 因为它已经描过 原来它的描法 就是描为真正的想念 后来它描为这种字 也为了保存 现在的上面拿过来 都不用拿来上 蜂用 都是挂着来 先采用 是 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调了几件松原的佛教的绘画 这张画 就是很有代表性的 这是所谓的亡凉画 你看它的墨 淡的 几乎看不到的 这是故意的 这不是因为它保存的不好 还是怎么回事 它原来画的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要让你感觉到 这个佛教的意思 就是说 你以为你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真的 还是一定不是真的 所以它是通过一种视觉的方法 来解释一些佛经里面的概念 所以这张画 它原来在中国画的 然后呢 在上面写的这些字的人 叫一山一宁 他后来去了日本 把那个禅教 禅的佛教 传到日本的时候 所以这个空间里面的所有的器物 基本上都在日本收藏过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表边 都是日本的装表 所以这个空间 就是跟中日的佛教方面的关系 之前我们看到过就是李公林 我把它叫做文人化的一个根源 到了元代 这个文人化已经发展很多 所以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可以借用几件作品 看到这个发展 发展到什么程度 那么原来北宋的大山学 非常写实 到了元代 因为文人化的这个关系 山学 越来越抽象 越来越强调它的笔墨 不是强调里面的图像 然后这个放从你的手卷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你首先打开 因为你要想象到 你就是元代的时候 卷的时候 你是打开 从这边看 一点一点看 你想看的这个部分 也比较普遍的 你看一些书 看这个楼阁 也不是特别特别的创新 有这些远山 但是看到中间的这些山 你会感觉到很不稳定的 它是很有变化 飘渺渺的变化 变化在里面的 也不一定是一个固定的山 它是有一点云眼的感觉 到了最后的四分之一 什么都没有 你看到 这个画杂这么单大 它就是留了一个很大的空白 让你感觉到 它不是描写大自然的各种各样的书啊 刹那 它就是给你一个感觉 大自然的庙在哪儿 所以留这么大的一个空白 这个就是元代的文人画的一个新的创新 所以它是把写实的 到后面的一种很讲的 是 意境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对 从实觉到灵魂 现在我们到一个展览厅 很特别的地方 因为我看到一幅画前面 有很多位观众正在临摹 那么请史先生介绍一下 这是什么宝贝大家都喜欢呢 好 所有人临摹着的 就是我们赵孟府的人马图 然后呢 这个人跟马是很有名的 应该说是我们最有名的画之一 1296年 赵孟府他给他朋友画一幅画 就是一个人跟一个马 然后他提字 然后呢 过了六十年左右 收藏家有这个东西在他手里 然后给赵孟府的儿子赵勇跟他的这个孙子赵琳给他们看 然后请求他们 又来夹他们自己的人马图 所以他有三倍的赵氏的人马图 这是明代早期 我们有两件作品 一个是一个文人画的善学 然后第二件就是这个谢桓的《星源雅记图》 这个庙写1437年的一个夜宴 一个晚会 几个宫廷里面的官吏 开了一个夜宴 这里他们准备两支笔 然后一个盐台 也有墨 他们准备写字 这个人已经拿着笔来写诗 还是怎么回事 写一个序 然后这里他们在看画 所以这个很完整 你可以完全感觉到 那时候的宫廷里面的官吏 这些文人士大夫 他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和他们的在他们周边的器物 是什么东西 这幅画是不是有点像连环画那样 就把不同时间发生的事情画在一起吗 因为这两个红衣服的 对 是 它分为几部 所以穿红色的这个人 他也写了一个提拔 所以刚才我们看了明代的人物画 那这边有一幅山水画 请史先生介绍一下 好 这个展览的一个故事 就是从北宋的李公林 到了元代的芳芳湖跟尼赞 就是文人的山水画 文人的话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发展到明代早期 我们最好的代表在第一期 就是这个王府的强卷 叫《与福之乐》 然后呢 它就是按照这个文人山水画的概念 强调它自己的笔墨 它不是描写得太精致 它就是要让你感觉到在山中的感觉 然后在笔墨 在他的工作室里面 笔跟墨跟质的感觉 现在我们这边是在明代的宫廷画的部分 那么请史先生介绍一下 这部分跟以往有什么样的不同 到这个空间里面的画很大 一方面很大 而且他们的意思 他们的这个故事是比较清楚的 在我后面的这张画叫《纳建图》 它就是一个人物故事画 然后呢 它比较适合挂在宫廷里面的 就是因为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很骗人的画 它是说假如你是一个忠臣 你是一个官吏 在宫廷里面工作的 然后呢 你不同意皇帝的这个政策 还是他的这个意见 你可以向他说 哎 皇帝不好意思 我不同意你所说的 然后他会对你还是没问题的 基本上在明代不是这样的 对 这些明代的皇帝是最厉害的 但是他把这幅画挂在宫廷里面的 就是对这些忠臣告诉他们 没问题 你可以就是说出来 在你心里的东西 就是很清楚的一种画 所以你看他们的规模 他们的笔墨跟温人画都不一样的 它很清楚的也色色比较中彩 所以这个空间就是介绍另外一面 不是说所有的中国的画都是文人的画 都很高雅 都很平淡 还有这种中彩的规模比较大的画 纽约应该是看不到清明上河图 但是在纽约可以看到康熙南行图和乾隆南行图 康熙前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繁荣的朝代 从康熙开始他们就邀请了画师 来给他们的试集 用绘画的方式来记录他的行踪 那么其中康熙南行图 可能是当时一个用国家最强大的美术力量 所做的一件事情 这个项目就是为了表示他对汉代文 对汉族文化 还是对汉族的文人的这个文化 尤其是南方人的尊重 所以南行之后他回北京 他就邀请这个王辉来做这个大艺术项目 就是描写用十二件很大很大的手卷 描写这个活动 这个南行的活动 当时王辉没有跟着康熙皇帝去南行 他怎么能够把这个画得这么细 画得这么清楚呢 那么一方面就是从他的想象出来的 就是说这些山啊 另一方面他是看地方志 知道这些鲜水和这些大自然的一些东西是怎么样子 然后呢另外他们做了很细很细的笔记 因为他是皇帝嘛 所以他他可以看他每一天去的什么地方 看的什么人 然后把他画出来 那么康熙他的孙子 也就是乾隆皇帝也请画家画出来好多这个叫乾隆南行图 那么我们大陆会博馆有收藏多少个 我们有两件 这十二件当中的两件 然后我们展出的就是苏州 所以观众来看这件作品 他们可以看得到第一部 还没到那个乾隆皇帝的时候 乾隆皇帝在后面 所以我们看不到他的肖像在第一期 康熙已经出来了 他刚好在这个手卷的前部 乾隆在后部 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把两件作品放在旁边 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观众比较一下 这两个手卷的风格的不同 不同在哪呢 就是到了乾隆的南行图的时候 有很多西方欧洲的一些画法在里面的 康熙的基本上是按照中国的山水的传统 乾隆呢 他有很多透视图的方法在里面的 就是他的远近的关系 基本上是跟欧洲画有关系的 八大商人在中国历史上 在美术史上非常影响力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这次一下子拿了三件八大商人的作品出来 为什么会拿这么多呢 我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把这些八大商人的三件作品拿出来 给我们的观众感觉到八大商人的这个多样画 它的多样性 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画法 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圈本 它是灵山画的 然后两件在旁边两件都是纸本 所以它的从这个材料的这个角度 是有不同的效果 有不同的画法 所以我就把两种东西拿出来 刚才许先生已经是带着我们在展览厅里面走了一圈 而且是用这么棒的中文 您的中文比我还好 哪里哪里 用非常棒的中文给你们介绍了一圈 我们广场的精品 那么大多位博物馆成立一百周年 有非常丰富的中国艺术收藏 现在是一百周年的隆重庆典 拿出了最好的艺术作品 来跟我们分享 所以期待大家花点时间来纽约 大多位博物馆来欣赏一下 这些非常精美 或者说是难得一见的艺术品 那么说实话 我就非常的荣幸代表大多位博物馆 欢迎各位乔包的读者 可以真诚地说 这是一倍一次的机会 所以一定要把握好 欢迎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